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柯南手法模拟系列 今天我们要模拟的是一个制造密室的手法 这个被害人身上有一个特殊的钥匙环 就像这个一样,是可以当卷尺用的那种 然后犯人就利用这个制造出了一个机关 再加上门缝制造出了密室的假象 那今天就来看一下这个手法在现实中到底实不实用 上剧情 看来房间的确是锁得好好的 这一方面钥匙 应该是挂在那腰间的那个钥匙圈上 这什么啊 哇,好好玩哦 柯南,你做什么 不可以了 而且这个上面还画了颗度,看起来很像皮尺耶 听话,不要这样 哦,不过这个钥匙圈居然能够拉这么远啊 要是钥匙挂在可以拉那么长的钥匙圈上 就可以从很远的地方打开这个房间的门啦 请大家看一看 从轮子小姐所在的位置到那扇门之间 如果是大约这样的距离 只要把轮子小姐腰间那个钥匙圈拉长 从门下面钻过去 再走到外面把门给锁好 然后放开钥匙之后 它就会自动的回到在房间里的轮子小姐腰上的那个钥匙圈了 字幕志愿者 问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